澳洲的公告 澳洲的公告 哦 這張哦 看起來很明顯 他也沒有中沒有空 他也沒有空 你還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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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一樣 我還沒空 大家這邊擺坐 你還很漂亮 對對 我感覺到很快 你還沒空 你還沒空 一下那個 我們可以參考 岳江高中 抵爛林校長的帶領之下 長期來對於我們機械人的發展非常用心 我們除了在台灣得到冠軍之外 也代表台灣到澳洲參加 這個first機器人的大賽 也獲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未來在彰化縣政府 我們在製造中心 以及我們相關的AIOT的部分 我們會持續在機器人 以及我們的物聯的部分 再去做相關的往下榨根的教育 也期許說我們彰化縣的子弟 也都能夠像我們這些選手一樣 為國爭光 他們在澳洲地區實際上 比賽的時候是在冬天 能夠克服第一個水土不服的部分 以及相關的離鄉背景 各方面還能夠獲得這樣一個成果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在這邊再次的要謝謝我們林校長 跟所有老師們 對於教學的一個用心 以及我們這些優秀學生們 為國爭光 再次的恭喜他們 也謝謝他們 陸款高中在我們指導教練 楊敬明老師這個指導之下 開設機器人的相關課程 已經有近十年的時間 平常時都是利用社團 跟假日的時間來做訓練 這次能夠在澳洲公開賽 取得這麼好的成績 其實都是指導老師 用心指導 學生們也都在平常時 花了不少時間來做訓練 在台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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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澳洲參加比賽 然後也很榮幸負責 在世界上的機械表現冠軍 謝謝大家 去那邊比賽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是說特別要去克服的 或者說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有什麼心得 在比賽場地的道具零件中 他們都是比較新的道具 所以有時候有些關卡會比較難解 那我們會運用一些策略 或者是放棄一些能力 來讓我們拿到最高分 然後讓我們得到比較好的成績這樣 我們張茂縣在這次 瑪波里斯大運裡面 有兩個項目 是我們張茂的驕傲 國內的驕傲 那一個是我們的那個 不定型的非法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輝庭 他的那個口罩 過度第三名 那輝庭在這個部分 已經勤練了十幾年 那真的很不容易 到了國外去 還要克服那邊的天氣 以及呢 這個水土不服等問題 再把自己的這個 長期以來訓練的一個情況 那在那邊想見出來 獲得這個第三名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我想在這邊除了要 恭喜我們的這個月庭國外 然後鼓勵他 能夠簡易求盡 突破自我再衝家紀錄 現在是我們盡量 再把冠軍給爆回來 就是已經參加第三次大園 經驗蠻多的 對 不過只有拿到第三名 其實我自己是蠻遺憾的 因為畢竟也是最後一次 因為下次我就超領了 對啊 所以本來期許有更好的成績 不過只有第三名 所以其實 就自己算是有一個遺憾 下次參加好嗎 對 明年就是要拚 接下來的階段 就是要拚明年的 奧運的資格 對 預祝你 能夠取得奧運資格 然後呢 能夠為國爭光 獲得世界第一名 我已是大運選手 大運歸國的北洋參會 首先 我先大概介紹一下 這個樂高機器人比賽 是今年7月 在澳洲選舉辦的一個比賽 那有二十幾個國家